我們在旅行的地方 有一個整個窗戶 全是一整個窗戶 的T-Shirts 滿滿衣櫃全是印上包吃覺醒的T-Shirt 推特執行張馬斯克竟突發奇想 諷刺要把上面文字改掉 直接變成要大家保持工作 馬斯克表示 那些窗戶之後 Ferguson的抗議 我詞文章說 其實馬斯克本人對覺醒運動 一直抱持著批評態度 早在今年四月 就曾抨擊Netflix 股票下跌 是因為中了覺醒思想病毒 變難看了 去年12月接受諷刺信 保守派媒體訪問 馬斯克也直接點名 覺醒思想病毒 是一個沒有幽默感的世界 可以說是現在文明 最大的威脅之一 自從馬斯克接任推特後 祭出一連串改革措施 解雇職員又打出公告指出 包括前總統川普在內 下週將進行特赦 大批解封冷凍賬戶 只是自詩提倡高度言論自由 恐怕將再度撕裂美國社會 C新聞 黃泉宇報道